大家好,我是府仁大学历史系郑成良副教授 很高兴今天来向各位导读历史的转换期 四,巨大的信仰圈 范山先生在这本书当中他特别提到的是 对于中国的概念除了时间轴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空间轴 也就是说在宋朝的这个时间范围之内 其实中国未必是一个一致性的南北一致 最显而易见就是我们这本书选择的1187年12世纪 当时的所谓的东亚的中国 他正处在北方是惊人政权 南方是南宋政权 那么范山先生在 因为他自己本身长期在研究华北社会 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提出观察 关心中国史12世纪13世纪的相关的读者或学者 要能够注意到华北社会跟南方 我们习以为常以南宋的作为正统的一个代表 其实当时在整个东亚的中国这块空间上面 事实上有两个政权 而这两个政权也营造了北方跟南方的不同的社会面貌 那么对于范山先生他进一步的来谈 其实南北的差异还可以看到更多 比如说南方士代夫家族的基因会用族谱 但是在范山先生自己的研究 他提到了在北方的社会当中要保存家族记忆 却采取了仙银碑 也就是把家族的士系不是写在纸本上 而是刻在墓碑的后方 那另外是有关家族的组织发展 我们都认为中国的家族组织 特别在宋朝形成了所谓宗族社会 延续到明朝清朝 所以包含刚刚提到的祖谱 祠堂等等的围绕家族组织的建设 都在宋朝开始 可是范山先生特别提出来 在北方从经朝 以及盟源乃至于明清 整个北方社会对于家族组织 很明显的就不如南方来的热衷 另外对于朱熹的理学的思想 虽然在北方也受到影响 但是朱熹理学 他乃至于对于家族祭祀 家族组织的一个概念 深刻影响到南方 却对于北方 似乎没有造成那么同等的影响 范山也在那边提出来 思想上面是不是北方跟南方 他的接受程度还是有所差别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经济发展 虽然我们都认为北方的经济发展 不如南方 都认为以江南作为中国繁荣的一个代表 可是范山在文章里面也提到 北方真的就这么的贫穷落后吗 他这边也提出对于固有的说法 提出一个质疑 他认为在游牧民族的贸易网络当中 其实北方社会的经济恐怕比我们想象要来的繁荣 那以上几点特别是围绕在家族组织上面 牵涉到的思想以及经济等等问题 这是范山认为北方跟南方社会一个根本差异的现象 范山先生在文章最后提到南宋与东南亚的政治经济等等的 我想对于台湾商务下一期要出的东南亚的经济 有直接的连结